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 最近都做大家看不出来的菜是吗 那个这是萝卜糕 它是主角哦 先来煎一下萝卜糕给大家看哦 我用的是铁锅 大家不要再问了 然后我设计的这一道用很多蔬菜来炒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萝卜糕 所以你看我就会先把萝卜糕煎好 然后盛盘放旁边 然后我这次使用的是虾米跟包心白 因为这两个非常的搭 所以我只要有包心白我一定会加虾米 然后大家有发现我做菜的颜色很漂亮 是因为我蛮在意植化树这个东西的 等一下再讲先看到这个眷村辣渣 这一次大家都有买嘛 那我之前是没有吃过 但是我很多朋友都跟我强推这一个 因为他们平常就有在买眷村辣渣 我今天吃我觉得它真的还不错 我做主菜的时候都可以加一点 它不会很辣 然后还蛮有味道的 酸酸辣辣的 所以这就看你喜欢吃 加多少就看你自己加 或者你没有眷村辣渣 你喜欢吃辣 你有其他的辣椒酱或其他的 比如干贝酱啊 一个时候干贝酱都可以 你都可以随着你自己喜欢的 你们家人的习惯去吃 因为像老师我设计食谱的时候 我通常是以我自己的饮食习惯来做 我重申一下我是老师不是厨师 我现在要大家清楚了 然后看我毛心白之后 我还有加结瓜 因为结瓜它本身是一个低热量低淀粉的食材 我非常喜欢吃结瓜 所以最近都会看到我做很多结瓜料理 然后再加黑木耳 在蔬菜料理里面我也很常加黑木耳 因为黑木耳在植花树里面 它是属于紫色 比较少见 香菇啊黑木耳这些东西在紫色里面 我们比较少会应用到 但是黑木耳可以比较常取的 所以刚刚讲到的植花树 植花树它是蔬菜水果里面会有的一种 它的营养素 但是你不用去记这么多 你只要记得你颜色搭配的越丰富 那么你的营养摄取就会越均衡 这道菜很简单吧 把很多的蔬菜炒在一起 然后呢再把我们煎好的萝卜糕放进来 这样就很好上桌了 而且很漂亮 再来就是看到的这一个直接煎好之后淋上客家鸡酱 再加上现在季节的水果 芋女小番茄啊 或者是其他你所喜欢吃的 很营养又舒心 好啰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